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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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过是一时无名忘了 忘了 本来我们都是一体的 就像什么叫空性的喜悦 妈妈生了这个小孩没多久 小孩子就被偷走了 终于妈妈快老了 快死了 经过三四十年 听说有人找到这个小孩 他身上有什么胎记 然后小孩长大了 那个脸一定是长得不一样 但是妈妈一看到就有感受 我就会抱着他哭啊 有这个意思吧 抱着他哭啊 这妈妈一哭 这个小孩子的本性也升起来 他早就忘了这个妈妈 但妈妈一哭 他心里就感动了 母子连心啊 所以我想 为什么佛教要强调空性 如果你没有这个空性 你生不起这种自然的大悲心 你生不起的 你会觉得格格不入 我干嘛要对你好 我干嘛要救你 所以你为了要圆满一个真正的悲心 虽然在教育上 你必须要有这个空性平等 一体的感受 然后进一步你就想要大慈大悲 然后也为了要大慈大悲 所以你要成佛 那我这样讲是告诉各位 如果同样各位在念大悲咒啊 念心经啊 你达到了一个空性悲心 那你念的力量不一样 十亿个人 一人念一遍大悲咒心经 还不如一个有空性的人念一遍 为什么 因为空性那种念的 这个大悲咒心经是融入在整个法界 超过百千万亿倍 这样各位了解吗 所以现在只是像佛 他要我们离苦得乐 他是这个念头 力量已经融入在每个心里面了 问题是 你没有信心 你没有打开你的心 如果你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你打开了 当下你就超度了 在深的无间地狱 都可以马上去极乐世界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问题是他们根本没办法 就像今天上午 我们在手包包在一起 很多人在打麻将的 对不对 很多人在造恶业的 那佛还是像阳光一样 照着他 问题是 他心里不想佛 所以妈妈永远想儿子 那是儿子不想妈妈 如果儿子也想妈妈 妈妈本来就在想佛 那连在一起 你不可能不往生进度 大师之言通章 那当然我们在这点 我们大家要一直去提醒 对方开发这个相信 相信一步一步来 所以我们已经能够相信了 那是我们累结累世的福报 上根因缘 但是我们相信还要 从相信不要真信 叫自成身心 而变成大悲心 所以而愿意回向发愿 那你要一步一步让自己 同样一个信 有深的跟浅的 有假的跟真的 就像发菩提心 就像讲慈悲心 有真慈悲心跟假慈悲心 但无论如何 各位一定要让自己 不断有这个智慧 你越想要帮助众生 你越要有智慧 但智慧是为了要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用今天的心态 那最好的智慧是什么 就是把你的心交给阿弥陀佛 现在虽然我们没有太阳的力量 但是我们呢 把我们的光 功德融入在太阳 这像路功德海 路功德海 然后透过阳光 就把你的功德 融入在每一个地方 还是有缘的众生 就得到加持 没有缘也得到一点加持 那所以我们念三归一 当然就很想要 用这个空性大悲心 来念三归一 就像我们把音响 调得很大声 哪是会有回音 等等等等 那就是希望 他们通通听得见 通通听得见 所以当然假设音响 就像佛好了 虽然我们声音很小声 但是音响可以调到很大声 然后透过佛的力量 但是你负责什么 信心跟悲心 所以你念三归一 念得很慈悲 然后非洲的现在 很多动物 就跟你结缘了 他们突然感受到 一阵的清凉 因为我们祈愿他们归三宝 所以哪怕正在听到的时候 他被咬死了 这个时候呢 马上就进入中阴的时候 他马上又得到了三宝的加持 那各位你这样去观修 所以你就知道说 我们在念佛诵经 如果能够一心 就像讲三宿圣 生起大悲心 蒸发菩提心 安住在 无所分别的空性 来念阿弥陀基 念阿弥陀佛 然后他们就得到 最后更回向无量无边 众生都得到这个功德 将来都成佛 保持这样的思维模式 那你就超越了这个有限的像 我是男人 我是女人 我是人 我非人 超越了一切 融入一个真理的状态 那这个就金刚经好说了 你就可以超越一切 波罗波罗蜜多 金刚波罗波罗蜜多 金 你就可以圆满一切 这个思想你要自己去开发 当你有这个思想 结果你突然看到一个帅哥美女 然后起心动脸 那又乱了 那你自己要超越 连这个帅哥美女 这个喜欢跟不喜欢 他的本体也是平等的 那你要 所以你要戒定慧 你要有一个 有一个 按照这个次第的修行 不能说超越这个 你没有戒跟定 然后你就要去追求后面了 那这些人一定会跌倒了 学佛不要好高勿远 我先拿一个中派高 我先拿一个高 那不行 那各位你要觉得这是佛弟子的任务 就像你站在十字路口 捷运站门口 下课了 一些学生上班的一大堆人 你要用这个心啊 引导他们 能够归一三宝 不是因为你是佛教徒 而是希望他成为佛教 不是那个意思 归一三宝是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 找到自信佛 自信法 自信生学 所以找到生命的圆满点 究竟的意义 而不要急急忙忙 在那边追求学术地位啊 并不是叫人家不要读书 不是叫人家不要上班 而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去读书 去上班 因为上班是为了服务社会 读书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被利用价值 了解万法 了解社会 动机要抓住 如果动机没有抓住 读书只是为了第一名 有些人不想做第一名 读书只是为了赚钱 有些人不想赚钱 你要我快乐 我还不如现在打手机 比你还快乐 我干嘛拼得要命 因为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佛法叫让 每个众生找到一个 究竟的快乐 是什么 以及生命的真相 痛苦是什么 所以七十二页 要为他们说法 当然这个说法 你对十二因缘法体悟得很深 你在说法 他就体悟有多深 就像你去爬过阿里山 你回来讲阿里山 讲得人家好像正在阿里山 因为你真实有这个经验 所以我师父才给我说 劝人家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你累世跟极乐世界 没结过缘 你怎么讲人家也听不进去 你没去过 没信心 所以那我们一定要 至少你真心发愿往生净土 一点都不改变 那你来讲净土 那又不一样 因为你已经心在净土了 所以各位大家都很有福报 平常你坐在家里门口树下 哇 就这样念佛 做完阴供 该做都做完了 那就这样为他们念佛 来自你去住在老人院旁边 为他们念佛 动则修复 动就是说 去照顾那些老人 给他东西吃 给他安慰安慰讲话 敬则修复 为他们念佛 这个世间随缘事限 因为不要急一死 我急得要死 急得要死 所有老人我都要念到 不用急 随缘 一切要等到你成佛 才是真正在度众生 但是现在不懒惰 不懒惰 随缘住念 帮忙 并不是你可以开一百间老人院 你开一百间 这个老人还是装不完的 但是在你的本位里面 照顾一个也好 虽然我们开不了老人院 那我经常去照顾两个 每天看两个 每天看三个 你尽力就好了 就像我们放生 你放也放不完 烟共也烧也烧不完 因为众生无量无边 但是我们只要不退转 但是也不着急 然后但是就不要放异浪费时间 在那边打瞌睡 在那边聊天 在那边胡思乱想 在那边操心不应该操心的东西 不应该操心的 我怎么会对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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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因缘改变 你心清静了 再回向 活力加持 它因缘很容易就改变 不要担心 不要烦恼 不要给自己压力 更不要给别人压力 这个世间就是不圆满 所以我们才要用 圆满的佛的力量 来帮助不圆满 这不是你的事情 你只是祈求三宝加持 等你成佛了 再来说吧 你才有圆满的力量 所以你现在千万不要用 自己的力量想要去改变什么 你会起死 然后心中变 不然就是忧郁症 因为你超过你自己的想法 交给阿弥陀佛 一切交给阿弥陀佛 我们去祝念这个因缘 有祂的因缘交给阿弥陀佛 他今天不超度 搞不好明天超度 搞不好他留到后天 他会事先一个因缘 超度了他家人 然后他再超度 所以你不要管这个事情 你只管念佛 只管你那个部分 相信佛的力量 那因缘成熟了 他现在听你的话没有用 他等七天以后再听你的话 那个时候更深刻 你要有耐心 不要急着他现在听话 因为等他跌倒了再来听话更好 就算他现在都不听话 等他死了也很听话 那个时候他也可以超度 所以我想各位就不要急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付出我们该付出的 但是内心平静 平静 慈悲 为他们祝福 祈愿 念佛 你不可能说 不要放了啦 放了当时 放不完啦 不可能啊 那这种讲话就是很灰心 这完全跟佛法不相应 佛法叫随缘 随缘 尽力 就一只也好 就两只也好 所以经常有人我说 师父你要救到什么时候 不可能啊 我说当然不可能啊 所以我们有不可能的福报啊 修不完啊 对不对 我们不断的做啊 但是一切都有可能的 等我们成佛了 那现在那些有缘的众生呢 就可以到我们的净土来成佛的 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只有负责 一直去结缘 这个人不理你 那我又用心跟他结缘 回向嘛 就像我们会回向这两个消防队员 那我们跟他结缘了 搞不好他人家已经升天了 这么多人在超度 因为他们两个是为功殉职的 引起我们的悲心跟同情心呢 很多人就在念 当天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帮他写把牌位 然后呢就帮他超度 我也知道离苦了 所以但是呢 就算他们去净土了 现在在增加品位 结缘嘛 所以我们不断的结缘 直到对方成佛为止 所以没有对方你也不可能成佛 没有对方你不可能修悲心的资粮 但是各位就不要急 不要急 平静 这个就是空性 而且懂得调伏 该调伏了该怎么样散巧方便 所以那你这两个都要学 所以那佛教有这么多法门呢 但是我们还是 就像现在天气热热 有点凉风 就像你坐在你家的通风的地方树下 你不能再睡去呢 你也不要这边胡思乱想 我以前在恒春我发现 恒春大概是太热吧 很多人都会胡思乱想 想女人想男人 很多邪淫的事情发生 我在那边看 有这个天气热的地方 很容易想东想西 连女人都有外遇 奇怪 因为那个姻缘就是这样 那我也有那个感觉吧 当然也不是说 这是他们各地方的姻缘 那为什么 想太多 营营无事 想男人想男人 那这样对你没帮助 所以那你要 就像各位今晚营营无事 但是忙得关心众生 你自己有事吗 没有 有什么烦恼吗 怎么没有 会听到但是没关系 那是严谱 这是政兴 竟然有友好吗 我哪知道 对不对 虽然 不会执着 不同样 我们儿子为什么没有友好 我们儿子我听我的话 你这个叫执着 你不信因果 这个有因果的 有因缘的 接受 接受 接受以后 慢慢它就会改变 你不接受就是对抗 对抗 这个孩子还要努力 你现在得肺癌 接受 为什么因为你过去 小小黏 抱怨 然后呢过去 可能买卖牛奶 撒母牛 这是我的业报 我负责忏悔 我心平静 不要再小小黏 黏黏黏狗 那你就不会得乳癌 你平静了 然后你去做善事放生 你会发觉 乳癌指数不见了 因为你心平静了 冤心在主 就会得到你的超度了 因为你跟他忏悔 所以我想各位 每个人都会生病 而不是说 不生病才好念佛 生病不好念佛 不生病更能够念佛 生病更要精进念佛 快死了更要念佛 而且时时刻刻就会死 所以各位不要想太多 有些人虽然很孝顺 孝顺也变成烦恼了 我老爸要如何 我老婆要如何 要怎样也没办 你就尽力就好 三宝会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就不要 随便用你自己的起心动念 去做那个事情 要随缘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只叮咚 只叮 轻啊轻啊轻入要轻轻 大家都说几句话 你到医院 然后别人跟你安排 好 就安排 既然他安排了 那我心里还是随缘 不安排我也随缘 这样就没事了 我硬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心里又乱了 乱了病就来了 医生只能医你的身 又医不了你的心 你的心要靠自己 靠佛 各位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 养成这种人格习惯 养成这种人格习惯 我今天交了钱 要去买那个房子 结果钱交出去了 人家跑去 半天就没了 家也没了 你刚才靠整天 随缘 随缘 结果 近了一年 有这间房子发生大火灾 啊 原来那间喔 咳咳咳 所以 我这个比喻啦 不能拍心说 笑就会啦 意思是说 因为你福报大 你给你了钱没死呢 对方虽然贪到 结果 业障来 所以我想各位去赶飞机 赶得要命 你已经尽力了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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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出车祸 好吧 我尽力 尽力 还是守交通规矩 真的会人去买骑这样 但是 结果你留下来有更好的姻缘 更好的姻缘 这个姻缘要让你去 碰到你的妈妈 去开悟 飞机虽然飞了 但是你得到一个开悟的助缘 生命 人生观改变了 那各位这个叫 念一下 随缘自在 所以这个姻缘所生法 我们不是佛 我们不会看 我哪里知道 唯有佛 还可以真实的观音 阿罗汉还是有限的 但是 那 但是我随顺姻缘 我们尽量 这样就好了 但是还是保持悲心 但是接受一切 这就会告我公患 好 76页 这个十年 平常各位在家里最好用 拜的 因为我们是 死法界 死法界众生 所以包括佛已经圆满了 各个都成就 阿弥陀佛的果位 各个都得到观音圆满的 加持 当然你 你有体力就拜 二十拜 三十拜 四十九拜 一百零八拜 为法界众生 在拜佛 祈求观音菩萨 非常慈悲 那各位要一直练习吧 让自己 你就像一个 主持节目的人 给你两个钟头 因为大家很无聊 结婚很无聊 找个主持人来 从头到尾就不会无聊了 因为他节目精彩 所以各位你要让你的心 保持在这种 斗志的 精进的 快乐的 信心的状态 不但如此 你快乐 也让众生 因为你而快乐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用各种方法来拜佛 所以法无定法 佛法没有固定什么 佛法都是为了对质的方便 那你要善巧方便 古时候跟现在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那以后又跟现在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现在的时代 像网络时代 不一样了 如果你不会玩网络 你可以退休了 所以为什么 因为你等于只能射受自己了 你对世界影响力就少了 但是现在网络时代 你可以影响非洲 所以我们现在把佛法要翻成 印尼化 翻成各国的语言 想尽办法 非洲现在手机很多 只要他有手机 太好了 用一张庄严的图像 加上他当地的语言 他一定会看的 就像一首好歌 美国人的歌 英国人的歌 日本人的歌 只要好听 谁都听 透过这个好歌 里面歌词又感动人 谁都会念 那这样 就把佛法传播出去了 所以爱 慈悲 智慧 用什么方法 传播 那各位你就要 心要平静 要仔细 观察力要强 而且悲心要够 如果你悲心不够 你就想不出 最好的方法来对待他 什么叫悲心 就是这样 你很在乎对方 你就会用对方最在乎的方法 给对方 你不能站在高高的 我是爸爸 你是儿子 我给你闭 给你闭 孩子永远不听你的 因为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 小朋友本来就是好动 爱玩 看手机 所以很多妈妈来找我 师父 我的儿子天天看手机 我说现在是 你跟我讲的是全世界的新闻 所有的小朋友都按手机 除了这些头子派去 你不用操心 这个是正常的 只是如何利用手机 让他能够更进步 这样就好了 举办手机比赛 看谁厉害 所以那你要用方法 但是你很操心 因为你不了解 小朋友的心态 他这么可能不玩手机 有些爸爸真的很凶 干脆 手机把你抢起来 可能事情发生 跳牢阻伤 而且他生生 他已经离家出走 不理你了 因为你把他手机没收了 因为手机是他的心脏 他生命都皈依 他没有男朋友 没有女朋友 无聊的钥匙 我有手机陪他 你还把他没收 所以这个就是太强迫了 太强烈我之 虽然你是好心 结果你害死了对方 破坏了母子关系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要一直求佛加持 不要烦恼 求佛加持 很平静的 求佛加持 念佛送经 你会开持 佛陀会加持 佛陀会创造因缘 不然我们念那么多经 干嘛 念那么多经 他从鬼道可以 升天去净土 对不对 念那么多经 我们就好好修行 癌症可以好起来 亏钱的可以赚钱 所以你不要烦恼 你只管修行 祈愿 那只要是善愿 佛陀没有不满愿 没有不感应道交 这点各位 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所以你现在坐在你当门口 你每个人 搭车车 乘搭车 开车 整天走来走去 你才没有印象 但是你为他们念阿弥陀佛 你得为他们念心经 每一部佛号经典 咒语都有 他特殊的加持力 祈愿 祈愿阿弥陀佛的四十八个万 祈愿观音菩萨的十二大愿 祈愿释迦牟尼佛的五百大愿 每一个佛 祈愿度母的力量 你只要付这些就好了 去为他们祈愿 回向因缘成熟 因为他过去有他的因缘 但是他不是他 他不是他 你会说 我对这些孩子就教会听 那些就教不听 就有一个有钱妈妈来给我抱怨老板 我们大十五嫂 我二十五嫂 对 我要他让这第三 我同爱他让他弃心罗名 我说这个你要看因果 好了 我帮你找人家问问 他问 哇 这第三十五嫂是过去的媳妇 过去就很不合格 虐待 这媳妇去的孤独 现在要来抱怨老板 倒胎来做他疼命命的女孩 每天给你抱怨老板 公司交给他 我帮他 睡到下午两点才来 公司交给他睡到两点才来 我整天说下去就起身罗名 我说喂喂喂 老板 你现在晚上整天给你搁头 上次人给你虐待 我跟你说 所以这个是真相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信徒 生两个儿子 宝贝 一个七岁 一个六岁 家里很有钱 这两天我讲过了 结果这个小的一直没事 趁大的不在就 在睡觉 把他搁 搁到全身都 像鸟匙在头搁 阿嬷心疼得不死 疼得不死 然后只能找个医生 医生说好动儿好动啊 这个大的就很怕他 很怕他 都不敢跟他说话 看着他再来好动儿要搁 他也不会去搁别人 只能搁这个 然后他们就很烦恼 我说这个要看因果 这个不是我们光这样 当然你也求东求西 什么是你也救了 也是国教家 那你要了解因缘果报 那我帮你问问 结果答案呢 这个大儿子 丁世人也是好业人独身狗 但是没搁 没搁就要去找一个书童 来陪他玩 看到见吗 结果这个富贵子 经常虐待这个平贱的书童 了解吗 没事情就很怕 那是不可以让他很痛苦 好啊 事情没完 这四人继续来 现在以前是书童 现在做你小弟 阿公阿嬷又疼他 哇 你是来到历史了 然后问我怎么办 我问你要跟你的大孙子说 这个故事你就老是跟他讲 然后呢他自然会有感应 你说他有信这个 这跟这个没关系 佛陀讲你只要把真相给他看 讲出来他自然有感应 所以你跟你大孙子这样说 不要怪他 那现在呢 有钱嘛 阿嬷把钱给你 你去老人院啊 被虐待的小孩啊 孤儿宴啊 你也帮他去护持那些小修行人啊 你也帮他去做放生 回向给弟弟 那是用弟弟的名义去做 以后他就不会咬你 因为你自己想他 这个叫佛教的因果 但是你以后不要跟他大小声说 我是你哥哥 你要说哎呀我曾经对不起你啊 客客气气 所以我想各位 那在这一点怎么办 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因缘啊 但是你只要求佛加持 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求佛菩萨安排 那我广修功德 但是各位你相信 佛菩萨比任何的都还通 他会引导你 你突然会想到有人来找你去放生 有人找你去关心孤儿院 佛菩萨就把你吐吐吐吐 让你想到这个 让你想到那个 你只要你冷静 让你做这个 一样把这个事情 你不知道英国你也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一样他也改变了 所以你会觉得 喔 打杯做不可思议 喔 要是做不可思议 事实上是每一步